下面介绍第24章 开窍药 窍的意思就是孔的意思 窍就是孔 在古代的字词书里面 这个窍和孔是附训的 窍孔也孔窍也 所以常常呢孔窍并体 那么这个开窍呢 就是打开或者疏通 这个孔窍的意思 从字面上来讲 那么人体呢 有很多孔窍 开窍要打开和疏通的孔窍呢 指的是心窍 专门指心窍 那么前人呢 通过初步的解脱 知道了我们的心脏 不是一个实体的 中间有很多这个孔窍 而且所以说古书里面 还有心是七孔三毛的说法 七孔 当然是指的是不止一个孔 很多的孔窍 那么这是对解脱学的心上 心上有一个初步的这么一个认识 同时呢 同时呢 前人还认为 那么心的这个孔窍 在保持这个通畅的情况下 那么人的神志是清醒的 思维是敏捷的 因为心是主神志的 这个主神志的功能要正常呢 那孔窍一定要保持这个通畅的状态 如果说心的孔窍被邪气避主 那么就出现神志婚礼 不省人事 那就叫做这个心窍避主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药物来开通心窍 所以这个开窍呢 专门是指开通心窍 那么其他的孔窍 它有另外的术语 比如说我们前面学过 这个在伐散风汗药当中 只要鼻涉不通 要开通鼻窍 那就叫通鼻窍 不叫开窍 所以这个通窍呢 和开窍 它有区别 比如说这个牙关紧闭 那么叫做口径 那是口窍不能这个活动了 那么这个使这个口 静的症状消除了 叫开窍 叫开窍 那么我们这个前后二因也是孔窍 那么分别叫利尿啊 或者通便啊 这样子来通窍的 所以凡是在我们中药书上 见到空窍 开窍二字 它不是指的其他的孔窍 一定是指的心 这是说明一点 所以这个开窍药的含义呢 就是开通心窍 开通心窍 那么治疗的是呢 这个心窍壁主 而出现的神昏症 就是窍壁神昏症 这样的一对药物呢 称为开窍药 那么开窍药呢 一般常用的 主要的开窍药 都有明显的防香气 所以有的书上呢 又称为防香开窍药 但是呢 尽量好像防香化石药一样 绝大多数 主要的重要的是防香的 所以称为防香化石药 但是也有例外 比如说我们说的 磨瓜 扁豆 但是很次药 那么开窍药里面也是 主要的开窍药呢 都是很香的 但是山苏也是开窍药 它没有很明显的防香的气味 但这一类的药呢 习惯上也是叫做 这个防香开窍药的 这个开窍药的基本功效呢 就是开窍二字 就是开通心窍的意思 所以这个开窍又叫开心窍 或者开通心窍 那么这个心窍壁阻 那就是出现的是神智昏迷 不省人事 那么主神的功能 完全吃掉了 它的这个正常的使用 所以就叫心神实用 神智实用 出现的是以昏迷为主的症状 那么打开心窍以后 主要就是使婚礼 或者说婚厥的患者 恢复到清醒的状态 使他的思维能够正常 这样一个作用呢 叫做开窍 所以开窍这个功效呢 往往又叫做开窍醒神 开窍醒神 就是恢复新主神智的功能 那么有的叫开窍回书 开窍回书 就是从昏厥到书醒 开窍回书 有的也可以叫做开窍醒老 因为古人也知道 人的这个精神思维意识 虽然是有心所主 但是与老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哲学当中 心不仅仅是一个 人体的一个器官之一 更主要是说明 这个人的精神思维的这种功能 是由心所主的 这个在中国的哲学里面呢 影响是非常深的 所以还形成了什么这个心血 心论 它深刻的影响 所中医学的这个基本理论 所以我们在普通的这个 汉字的这个语言里面 比如说用心 自古以来 学习用心 绝不说用脑 比如说感谢人你费心了 不说你费脑了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传统的这个哲学 有这个基础 影响了中医学 整个一系列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 都有明显的表现 所以尽管知道 这个人的这个精神 在这个镇上发挥于辅 与脑有直接的关系 但脑呢 属于心主神的 这个范畴之类的 所以可以称为 这个开窍醒脑 开窍醒神 这是一回事 所以这是基本的功效 基本功效 最简单的就是 开窍二字 那么用的最多的 就是开窍醒神 我们书上的一般的 这个开窍的要 主要的这几位 那么功效都是用的 这样一个术语 那么他的这个主治症呢 就是避震 或者避震神昏 那么就是 这个出现了神昏詹语 或者昏厥 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么出现的避震神昏呢 常常可以出现在温热病 人些避震心窍 出现神昏詹语 或者失温病 持人邪气 蒙蔽了心窍 也可以出现神昏的 一般的温热病 或者失温病 这个比较多见 另外中风 中风 边险 金风 在静暖抽搐 也就是在干风 内动的同时 往往有神志昏迷 也就是同时有心窍 闭住 也可以出现这个避震 另外呢 比如说这个剧烈的疼痛 脑露 这个惊恐 也可以出现 短时的这种昏厥 那么也都是属于避震的范畴 都可以用这个开窍的药物来治疗 那要说明的一点呢 婚礼是一个症状 就是患者不省人事 在竹音学里面 出现这个症状 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类的原因呢 就是血气 避阻了心窍 而窍成了心阻神志的功能 严重的失常 不能正常使用 心省实用 那么这个是死症 这个是死症 也就是峭壁神昏 或者称为避震神昏 简称就叫避震 那么另一类的患者 如果出现昏迷 那么他眉博很细弱 腹脊很微弱 有的时候冷汗淋漓 或者二变失禁 这个就由于正气亏虚 原神失痒 这个是一个虚症 也叫做脱症 脱症 所以避震是死症 脱症是虚症 那么开窍药 组织的是避震 也就是实症 虚症 不用开窍药 这个是在组织当中 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 另外 开窍药 都兼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功效 就是止痛 几乎所有的开窍药 除了我们前面这个牛黄 它也是一个开窍药 放在了其他的张里面 西红紫禁药这一张 除了这一位开窍药 我们这一张里面的开窍药 都有比较好的止痛作用 除了用于避震神魂以外 都可以用于关心病的心脚痛 或者跌打神伤的 这种瘀血疼痛 或者这个避震 窗庸 这里指的避震呢 当然是风湿避震 等多种 疼痛症 都能收到比较好的止痛效果 所以这类的要的兼有功效 就是止痛 开窍药的性能特点 在药性方面 有偏温的 有偏寒的 但主要是偏温的 那么偏寒 最有代表性的是牛黄 那么在我们书上呢 冰片也是标的为寒 是偏于寒凉的 那么它的血冰呢 它有它的特殊原因 我们讲兵喷的时候 再来说 总之我们现在初步的了解 这个开窍药的药性 有偏温有偏寒的 以偏温的为主 第二 药味 那么开窍药呢 它使这个避煮的心跳打开 而且疏通 它有那种能行能善的 这个作用特征 所以一般 不要以欣慰 另外呢 这类药的药 本身就是芳香的 也表示它的真实的滋味 或者真实的气味 所以一般都是欣慰的 龟精 主要就是心筋 治疗的是心跳 壁足 择用趋向 那么它是使 避色的 孔窍 打通 所以它也是一个 神斧的作用 天语 有神斧 这么个群像性 虽然不是十分典型 但一般人 它偏于神斧 这是关于性能特点 开窍药的配偶应用 这是概述的第四个问题 原则上呢 也适合于寒热虚实 但是有一点 地震本身就是实证 它不存在虚的问题 虚证不能用开窍药 所以这个虚就 对于在配偶应用当中 不应当考虑 所以这个配偶就比较简单 如果说这个 壁增神昏 是属于褶症 就称为褶壁 比如说它有明显的褶像 谁知红 谁胎黄 没比较红索 没比较红索 或者有发褶 或者壮褶 这样的一些褶像 那么这种呢 壁增称为褶壁 那么一般就要配偶亲褶药 尤其是配偶亲褶的药 那么另外的一类壁增呢 可能刚刚相反 没比较成细 而且呢 深冷 深冷 水脂很淡 水苔是白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寒香 那么这个称为寒壁 那么寒壁呢 可能就要配五瘟礼的药 瘟礼的 来温散寒血 另外有的地震 兼有痰症组织 比如说食瘟病 它有痴症 比如说这个滇险 往往可以有痰症 有一些呢 可能有瘀血组织 比如说剧烈的外伤 疼痛性的 也可能造成昏厥 那么如果有痰的 可以配五一点 取痰的药 有瘀血的 可以配五活血化瘀的药 相对呢 比较次药 主药就是寒蕊 所以这个 开窍药的配五 主要就这么三个方面 寒蕊和其他兼有的 这个血气 主要是痰症和瘀血 使用注意 这个对开窍药来讲呢 比较重要一点 比较重要一点 那么往天讲的这个原则呢 也是基本上可以用 但是在我们要求的 第一个方面呢 主要就是重病机制 因为开窍药 是治标的 是治标的 那一旦患者 从昏厥的状态 苏醒以后 就不拟技术使用 因为要耗伤症气 所以不可过用 过用了要耗气的 所以要重病机制 这个就是我们 第一个要求的方面 至于说 这个婴症选药 这个意义不大 或者是叫三阴治泥 这都意义不大 因为开窍药 关键就是要 用它来急救 不管寒冷 只要它能够有效的 迅速的 使患者苏醒 那么就是一个好的开窍药 所以这个选择呢 就是对他的药性 没有过多的关注 主要是关注他的强弱 那么这个意义又不大 所以就主要 就是一个重病机制 就是说一旦苏醒了以后 就要治疗患者的其他的 一些这个病症 就不能再继续使用 避免耗气 另外是深厚经济 那么这一类的药呢 是治疗避震的 是用于死震的 这个徐震 妥震 激用 那用了以后呢 也是 更要省耗 人体的震气 可以使这个妥震 加重 或者造成危险的后果 所以一般不逆使用 另外从这个药材来说 这类的药物是防香的 不能做减剂 原则上不能做减剂 很多在减剂当中呢 这些防香性的成分就破坏了 或者挥发了 那么这类的药呢 是用于治疗急症的 是急救的药 一般都要预先制成 这个各种剂性 便于这个不时之需 那么在突然发 生了这个昏厥以后 就要迅速的割药 进行抢救 所以 过去呢 一般都是制成了 丸剂 或者闪剂 这一类的 现在当然这个剂性很多 还有注射剂 所以一般 不能做糖剂的 另一个理由 所以这个使用注意呢 其实还是符合我们原来 那三个方面 还补充一点呢 就是增后经济当中 除了脱症以外 润腹也不能用 因为这一类的药呢 作用都比较俊猛 容易这个省伤胎气 这个呢 就和他教材看一看呢 是容易这个理解和记忆的 下面呢 就介绍 这个大纲要求的 几位 这个 比较常用的 这个开窍药 第一位 瑟香 第一位瑟香 瑟香是一个动物药 来源于 路科的 这个林瑟 或马瑟 或者元瑟 这样一些 瑟类的 这个 俘虏动物 那么就为什么 这类的动物 称为瑟呢 在这个 古代的这个 文献上呢 明确的 说 这个瑟呢 属于 卢俗 它属于卢这一类的 上面有个卢字 它属于卢俗 而且香气四瑟 就它能够 分离色香 就我们要用的 这个部位 所以这种动物 就称为瑟 现在呢 也是 这些瑟都属于 卢科的 所以古人认为 它是卢俗 这个完全正确 当时已经认识到了 这个分科都分得 很准确 那么是不是 凡是这个 瑟这类的 这个动物 都有瑟香呢 不是 这个要注意 只有熊兽 雌兽没有 这个熊兽在 它的后腹部 就是它的肚脊 和外生子气之间 有一个特殊的腺体 这个腺体呢 叫做香囊 叫分泌 这个香气很浓烈的 这个分泌物 把它收集起来呢 就是瑟香 瑟香 这个过去呢 完全是采用 杀鸡取卵的方法 把这个瑟 捏杀了以后 把它的香囊 裹下来 然后使用里面的 瑟香 这样子呢 很多磁兽 也被 捏杀了 因为在野外呢 很难 比较远的距离 有时候分得 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样子 对这个动物 这个伤害是很大 那么现在一般都是 人工训养 然后消毒以后 每年取那么一两次的 瑟香 这样呢 可能对这个 瑟没有多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书上 说的这个野生的瑟 在冬季治村 猎取熊瑟 这个方法不能提倡了 在野外再去 猎杀这个熊瑟 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 所以我们书上 照理说 不应该有这样的内容 现在就提倡人工训养 现在人工训养的问题 完全解决了 很多地方都有 比较大型的 这个养脏肠 这个养瑟的 养瑟的 那么完全是 人工取瑟香 那么这个 这个瑟香里面呢 有的是粉膜状 有的是可离状 那可离状的瑟香呢 过去认为质量最好 又把它叫做当门子 所以今后 在一些处方里面 如果出现了当门子 这个名称 就是瑟香 而且要求的是 比较优质的瑟香 这是关于瑟香 这个 它的来源的 简单的情况 那么瑟香 作为一个开窍药 最基本的功效 就是开窍醒神 当然也可以简称开窍 或者开心窍 开窍醒老 开窍回书 这样的一些术语呢 可以任意选用 但是用的比较多的 尤其是在教科书上呢 是讲的是开窍醒神 那么瑟香作为一个 开窍药 它可以用于 各种原因 引起的避震神魂 而且它的开窍的力量最强 所以把瑟香 就称为是开窍醒神 或者醒神回书的 第一要要 最重要的 所以在一般的开窍房当中 不管这个避震 是寒震热震 或者是否兼有其他的邪气 那么开窍的主要 都是用的瑟香 虽然它是偏温的 但是对于仪壁 比如说温仪壁 仪邪壁阻了心窍 而出现的这种神魂专语 或者这个不省人事 耐以开窍的 主要还是瑟香 根本在这个时候 不考虑它的温性 那么另外呢 使配悟清蕊的药 清新的 或者清蕊解毒的 使整个这个方 共同体现这个清蕊开窍 就是良开的 这样一个治疗的方法 所以配悟前面的牛黄 或者其他更多的 这个清新蕊 比如说 子子玉金 这个黄年 这些都可以选择 甚至于在古方里面 连朱砂 这样的清新蕊的药 都是经常配悟使用的 那么这个是 是对于蕊震 蕊壁 那么对于寒碧来说呢 它可以配悟 就是说 其他的一些温性的开窍药 比如俗火香 更主要的 还要配悟一些温理的药 所以这个瑟香 在开窍醒神方面 它就是第一药药 就是我们书上 第一行到第二行之间 为醒神回苏的药药 它广泛的用于 各种窍壁神荤阵 当然要通过配悟 来分别体现 这个温开或凉开 那么今后在文病学当中 要学这个体现凉开的 比如说鞍弓油黄丸 这个自保丹 这一类的 那么温开呢 又这个疏火香碗 里面都有色香 所以在开窍写神方面呢 就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色香的第二个功效呢 就是活血或者活血化鱼 这个是色香很重要的一个功效 色香作为一个活血药 它通过活血化鱼 可以收到多方面的效果 首先 色香有很强的止痛作用 所以按照我们活血化鱼 要了一张的分类 它又属于化活血止痛药 它可以广泛的用于多种 瘀血疼痛症 过去呢 常常用于跌打省伤 用它来 这个活血化鱼止痛 在当代的临床 更多的是把色香 用于治疗瘀血引起的 胸壁疼痛 关心病的心脚痛 单用都有良好的 活血止痛的效果 比如说有的就用这个色香 把它做成这个丸剂 一般三十毫克左右 每一丸三十毫克很小的量 把它含在舌头下面 这个类似于这个西药当中的 瘦酸甘油 能够很快的收到这个活血化鱼止痛 缓解心脚痛的这个症状的 这样一个良好的效果 所以它首先是一个活血止痛的 另外呢 色香也能够活血通筋 活血通筋 在治疗瘀血的痛筋 月筋不条 或者筋弊的方当中 这个色香和这个活血通筋的 比如说单身红花 一亩草 这些配物 能够明显的增强作用 尤其是古代这个色香呢 用它的活血通筋的作用 常常用于下死胎 比如说 胎尔死在浮中 让这个死胎抬出来 或者这个 胎盘不下 用来下这个 刀衣 就是这个胎盘滞留 产后 这个在当时的医疗情况下呢 是有一定效果的 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这种方法 对于这个胎盘滞留啊 或者胎死浮中 但是我们现在就不提倡 因为现在有更安全 更有效的方法 准确的讲 中医在古代 富科是比较 发达的 是比较 先进的 产科 由于这个 传统的一些道德观念方面的一些问题 中医的产科是十分挪后的 那么这种 下包衣 下死胎 这些年给讲 是属于产科的范畴 那么现在的计划生育 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国策 所以对于这个产科的样药 要求非常高 比如说这个新药的开发研究 一般的这个三类药 治疗普通病的 这个三期临床 就是300例 治疗的患者是300例 对照的100例 如果是这个计划生育的用药 三类药 这个治疗的是2000例 要求起码2000例 所以它体现了一个基本国策 那要绝对的安全有效 所以那么现在像设计箱的这一类 用来活学铜筋 尤其是这个下死胎 下包衣 不提倡使用 过去呢 还常常误解 把设计箱作为一个堕胎的药 堕胎的药 既不可靠 又不安全 那就更不应该使用 所以这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在我们这个书里面 都见不到了 这是作为的活学铜筋的药 这箱活学化瘀 也可以治疗别大省伤 也可以把作为活学疗伤的药 也是有明显的效果 那么对于增加 结款 这箱也能活学销增 尤其是现代 把设计箱 还用于治疗一些肿瘤 它也是属于这个活学销增的 这个应用范围的进一步的扩大 所以设计箱作为一个活学化瘀的药 它可以 属于我们在活学化瘀那一章里面 次类的药物的铁针 它都具有 所以是具有比较广泛 应用价值的一个活学化瘀的药物 另外在不少的中药学里面 还强调 摄乡除了活学以外 止痛的前面有一个小肿 小肿止痛 这个小肿呢 主要指的是摄乡对于床庸肿痛 摄乡也是一个应用很广泛的 在床庸肿痛初期的阶段 这个与活学化瘀有关 因为床庸本身就有瘀制 那么用摄乡来 活学化瘀止痛 有利于红肿的消散 另一方面 摄乡除了活学化瘀 应该说还有一定的解读作用 还有一定的解读作用 它对床庸肿痛 既能够解读 又能够活学化瘀 所以有比较明显的疗效 在这个中医外科学当中 很多方里面 这个尤其是这个外用的方 当然也可以内服 使用摄乡 比如说今后这个 什么紧销丸啊 这一类里面 夹上摄乡 也就是这样的使用的 或者六神丸里面 这个咽吼肿痛 其实也是用它来解读消肿 也包括了止痛在里边 所以这个摄乡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开窍 活学止痛 那么它用于床庸肿痛呢 不仅仅是活学化瘀 还有一定的解读作用 这个可供参考 这样能够进一步的解释 为什么它对热度床庸肿痛 是个温性的药 它作用那么好 前日呢 高度的评价 而且现在还可以用于这个肿瘤这一类的 这一项呢 所谓用法 不能做糖剂 在糖剂当中就破坏了 这只能做完散剂 不做糖剂 那么这服用的量 我们说上六十到一百毫克 这个是比较大的量了 比如说治疗关心病心脚痛 谁下寒化三十毫克就够 就能够收到明显的止痛效果 所以这个已经是比较大的量 那么尤其是摄乡 作为这个开窍行神 用量不能大 传统呢 认为量大了 方向好气 那么现在的研究呢 摄乡是一个双向的 对于中枢 小剂量的时候是兴奋的 可以促进这个心脑回溯 治疗这个昏厥 如果量大了以后 反而是中枢一致 使这个本身已经婚礼的患者 这种昏厥加深 这个是临床所不需 不希望的 所以所以这个摄乡 临床用量不能过大 讲一上这个用量就完全局够了 那么它作用比较俊猛 又容易堕胎 当然这个润腹绝对不能使用 所以是禁用的 这是关于摄乡的 公用方面的一些简单的情况 也是这一张的 主要的要求掌握的药 第二个药 冰片 冰片 这是来源于植物的一些素质的一些结晶 这个结晶呢 那么就像冰一样的外观 将水结冰了以后的这个白袋块状 所以称为冰片 那么我们书上呢 这个冰片有三大来源 那么第一个来源于乔木之物 龙脑香 用它的素质 加工 这种呢 称为龙脑冰片 古代用的冰片呢 主要就是龙脑冰片 而且是在自然的情况下 天然 它的素质 分离出来 成这种结冰状 当时所以就非常珍贵 要在自然情况下 产生这个冰片 那是量是很少的 很难得到 所以称为龙脑 也就是延期它的贵重 可能与这个有关 那这个冰片的第二类的来源呢 就是用这个菊科植物 艾拉香 来直接的加工 来提取它的里面的成分 那么这个叫艾片 另外呢 就是用松阶油 作为主要的原料 用人工的方法来合成 这个叫极致冰片 现在临床上用的最多的是极致冰片 价格也不贵 使用相当普遍 这三种冰片呢 应该说大同小异 但最好的是龙脑冰片 但是药材里面比较少 现在普遍使用的是极致冰片 那么冰片作为一个开窍药 它也是能够开窍醒神 那么冰片的开窍醒神作用呢 弱于色香 但是和色香相需为用 它可以增强色香的 开窍醒神的效果 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色香的用量 来保证同样的开窍的效果 因为色香的资源 非常紧缺 非常紧缺 尽管现在人工驯养 但资源仍然不丰富 不能满足临床的需要 价格也非常昂贵 现在这个一公斤都是 一万来计吧 可能十来万人民币 这个价格是很贵的 那么就用冰片 冰片的价格比较低廉 所以它和色香相需为用 尽管它的作用不强 但是它能够减少色香的用量 保证应有的良效 对于冰片的这个开窍醒神呢 就掌握这么一点 另外在当前的这个中药学当中 有这么样一个说法 就是说色香是偏温的 最适合用于寒臂 冰片呢是偏寒的 最适合惹臂 一个体现的是温开 一个体现是凉开 当然这种说法 就这个理论上来讲 不是绝对没有道理 因为我们现在标冰的要性 确实一个是偏温的 一个是偏凉的 但是在实际应用当中 作为开窍药 实际临床医生 并没有考虑色香的偏温 或冰片的偏凉 体现温开或凉开 主要是通过配偶更有强有力的 亲热药或者温理药 所以这两个药物 如果说用它们来分温开 或者凉开 那不符合临床应用的实际 因为色香在临床上 在凉开的方当中 它也是第一药药 那么冰片呢 在温开的方当中 它也是同样的使用 也不是首先考虑到 在凉开的方当中才使用 更何况冰片的这个偏寒 我后面还要讲 它在开窍的使用当中 它不能表现出这种侵略的作用 或者偏寒凉这个性质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 这种说法呢 不是非常脾气 不是非常准确 所以我们这个教材 至少没有保留 没有取这个观点 从这个不要求同学们 在这方面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记忆 这是加一点必要的说明 那冰片的第二个功效 轻蕊消肿 轻蕊消肿 这个是在外用的情况下 冰片有良好的轻蕊消肿的作用 主要是指冰片 用于疮痒肿痛 和五官阔的一些病症 比如说 在眼阔里面外用 在眼药里面 对于木齿肿痛 咽吼 口水深窗 比如说冰棚散 冰棚散 里面的这种冰片 吉辅 所有的 这个外用的 这个中药字迹 都可以加冰片 治疗这个窗阴 或者五官阔的 这个外用的字迹 吉辅都可以加冰片 它能够表现出 这个轻蕊的 小肿的效果 那么现代研究呢 它不但局部用了以后 有一种凉霜感 而且呢 它能够移郡 能够防腐 能够消烟 确实它能够表现出 有轻蕊的效果 轻蕊效果 所以这个冰片 从古到今 究竟它的药性 是偏温的 或者是偏寒的 真能很大 真能很大 你像这个 妙心永火王伦 这样的一些本草学家 就说 诸心皆属羊 岂有相知智者 而其性反寒腐 就是冰片是这个 方向性质最强烈的 不可能是寒性的 所以他们认为冰片 是温性的 它开效形成 就是一个温通的作用 那么我们现在呢 是基于 它外用的情况下 有良好的 轻蕊消肿的 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目前的 中药学 一律都是认为 它是偏寒的 基本上是统一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统一 是建立它在 外用的基础上 表现出来的 轻蕊效果 表现出有寒量的性质 在卫服的情况下 没有这方面 明显的 这个偏寒的倾向性 所以在开效方当中 不必考虑 另外这个冰片 止痛的责用 我们把它独离开 它又是一个 有良好止痛效果的药物 当然 不予这个 创容肿痛 它可以轻蕊止痛 与轻蕊 离切相关 但是冰片在很多的时候 作为止痛药 与轻蕊是无关的 它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功效 比如说一个有名的 治疗别打省伤 外伤疼痛的一个经验方 七里伞 七里伞里面 除了学节以外 冰片就是第二位重要的药物 那么冰片在七里伞里面 它做什么用的 就是止痛的 因为七里伞的组织 这个叠打省伤 不存在寒热倾向 就是用它来止痛 不是用它来轻蕊 另外在当代 冰片大量的用来治疗 关心兵的心脚痛 比如说最先用这个 输火箱碗 输火箱碗里面有冰片 它可以关心兵心脚痛 后来把这个房进一步的简化了 那么这个关心输火碗 五味药 里面是冰片很主要 最后再进一步的简化 输冰鼻碗 输火箱和冰片 两味药 这个治疗的 关心兵的心脚痛 不是热症 可能更多的 还是偏于寒淫血淤 冰片照样的 有良好的止痛效果 所以它这个止痛是独立存在的 与它的亲耳无关 所以在过去的中药学里面 冰片的功效只有八个字 开窗形成亲耳止痛 就跟同学们往往引起一个误会 就认为止痛是通过亲耳 是分不开的 那么对于用于床庸肿痛 可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对于跌打省伤 比如刚才讲的七里闪 比如用于关心病的心脚痛 输冰敌丸 这一类它与亲耳毫无关系 就是一个直接止痛 作为一个止痛药 这是冰片的功用的情况 那么冰片的这个用法和用量呢 和这个血香 大同小异 或者说基本上一样 也是不能做汤祭 而且古人在本草学里面 一再强调冰片不能经火 加工炮制 制剂 都不能经过加热的处理方法 当然更不能做汤祭 就是直接做完散祭 那么用量呢 这个0.3到0.1 实际上这个冰片呢 它的用量可能有时候比赤香 还可以略为偏大一点 我们在书上呢 比赤香还保守了一点 赤香最低量0.6 0.06 60毫克 赤香呢 30毫克 这个冰片 其实可能应该倒过来 可能赤香呢 最小的量应该30毫克 冰片最小应该60毫克 这样可能才比较符合实际一点 那么因为 它着用没有赤香那么俊猛 所以这个润腹秤用 不是绝对禁止 比如说有的时候外用一点点啊 局部 比如说一些皮肤烧痒 床用肿痛 里面有少量的冰片 也不至于引起这个严重的后果 所以用的是这个秤用二字 这是第二个药 冰片相对于脆香呢 就比较次药 第三 苏火香 那么它来源于这个 金龙梅科的这个乔木植物 这个苏火香 它的树脂 树干的树脂 把它加工 得到的一个半牛体状的 一个树脂类的药材 也是香的 这个 叫做这个苏火香 那么苏火香呢 作为一个开窍的药物 开窍 醒神的 作用 是比较围弱的 开窍 醒神作用不强 但它的温性 相当明显 这一类药当中 它的温性是最强的 那么如果这个 苏火香用于蕾壁 比如说温蕾壁 那么它的温性 非常明显 就容易助热 而开窍作用 又不是很理想 所以一般对于蕾壁 苏火香不用 它主要就用于寒壁 在寒壁当中 它既开窍 有温理善寒 能够全面 适合这个寒壁的 这个病情的需要 但是在 对寒壁的患者 开窍的主要的药 仍然不是苏火香 而是碎香 所以碎香是 开窍醒神的药药 因为有苏火香丸 这样一个成方 所以往往就 也是给人一个错觉 好像 鼠火香在 用于寒壁 那么它是最 重要的 开窍醒神的药 其实不然 鼠火香碗里面 有碎香 有冰片 还有安息香 还有四种 开窍醒神的药 共同来 治疗寒壁 这种壁症神昏 其中其主要作用的 还不是苏火香 那么这个苏火香碗 为什么用苏火香来命名 因为苏火香碗 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为了开窍 才煮的一个方 最初它是治疗 这个顽腐冷痛 这个离寒症的 一个方 这个火香碗 在唐代 叫做奇力加碗 奇力加碗 那么奇力加呢 就是白足 今后我们补气药当中 要学的 这一个 另外一个别名 白足的一个别名 也就是白足碗 实际它是拿来 温中散寒的 后来因为它里面有 这么四种开窍的药 所以后来扩大了应用 才把它作为一个 文开的一个代表方 所以尽管方明是 苏火香来命名 那么开窍 主要并不一定是它 是这一主要 所以这样来理解呢 可能才比 才比较符合这个 客观实际 这是苏火香 在开窍方面 它主要是用于温开 用于喊臂 与它的温理善寒作用 密切相关 那么第二个功效 善寒止痛 善寒止痛 那么就是用于这个 理善 寒邪凝制 出现的 多种疼痛症 这个就类似我们的 温理药 说的善寒止痛 包括了温中 也包括了温通经脉 多种受寒的疼痛症 都可以用苏火香碗 或者苏火香 来治疗 比如说刚才讲的 这个苏火香碗 叫奇力加碗 那么里面比如说 这个迪伯丁香这些 其实就是一个 温中善寒止痛的 所以它也能用于 这个脾胃有寒的 一些疼痛症 在其他的中药学生 除火香的第二个功效呢 它没有过多的强调善寒 是用的另外两个字 匹慧 就回避的避 不要那个手指 不要那个下面 匹 这是排除避开的意思 匹 慧 一个活字旁 活苗的火 一个碎 万碎的碎 慧楚 吃火香碗 善寒和脾胃相比较 善寒更重要 它是一个温理善寒的药 所以我们强调它 更重要的功效 但是它能不能脾胃呢 完全可以 但是脾胃这个术语 在中药里面 不是很规范 没有准确的解释 什么叫脾胃 那么一种解释呢 这个慧就是慧楚 脾胃就相当于化死 脾胃就相当于方向化死 那么可以治疗始祖宗教的一些有关病症 术或将来 确实能够方向化死 这个词 慧就是慧楚 诗也就是楚 楚也是诗 体慧就是化唆的意思 就是化湿的意思 另外呢 它又比化湿的含义要广泛 更多的是指 它能够消除 或者治疗 这个引起 吐泻浮痛的 那样的病因 或者治疗这样的症状 有的是因为 比如说水土不服 会引起吐泻浮痛 那么也认为 俗火箱能够脾胃 有的是夏天 又是深冷 或者不洁之物 那么出现了吐泻浮痛 那么这个也是认为是有 有晦楚 它不仅仅是一个识楚 还包括引起严重吐泻的 浮痛的一些原因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 这个化粗 这个叫匹慧 俗火箱有 完全能够使用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保留 也可以把它保留 实际上它和它的善寒 是不能完全区分 所以这两种表述的方法 我觉得呢 都可以 但都不完全 最好呢 是六个子一起 俗火箱的第二个功效 辟会善寒止痛 这样子就比较全面一些 把它的温理作用 和化石锁的作用 这些都开溃在里面了 这个俗火箱呢 也是不能做糖济的 它的有效成分是不溶于水的 不溶于水 那么这个俗火箱 平时保存的时候 都要把它放在一个桶里面 用水把它淹住 淹没 就说明它不溶于水 避免它在空气当中 发生变化 或者这个香气的散失 所以不能做糖济 因为它是半牛皮状 我们书上明确来说 它不适合做散济 这个是针对过去的中药学 你来说这个俗火箱 你做完散 它只能做完济 不能做散济 苏火箱呢 它的手移用心比较好 它可以泡酒 可以做酒剂 效果也相当好的 这是关于苏火箱的一些问题 再下面的一个石仓谱 这是天然星库的一个小草本植物 在一些山区的西沟里面 很常见的 那么它下面的这个根筋 是很香的 很香 这个石仓谱呢 也是一个开窍药 能够开窍醒神 但是它的开窍作用 更加微弱 开窍作用不强 有这方面的作用 加上这个石仓谱 有很好的化石作用 良好的化石作用 所以一般在石温病当中 可以作为一个开窍醒神的药物 主要 只有一个方例 就是川普玉金汤 那么石温病 这个十年蒙蔽了心窍 这个患者呢 他这个 婚礼不是很深 好像神是比较离虎 好像是清醒又非清醒 是昏米又灰昏米 那么一个状态 就是在这个川普玉金汤当中 还要加辅玉苏丹 玉苏丹里面还有色香 所以仍然主要是靠的色香 这石仓谱 只能起很辅助的作用 在石错 蒙蔽心窍 而在石温病里面 出现了神魂沾雨 他有这么一点作用 他不但用来开窍 而且来方化石错 他有多方面的这个临床意义 第二个功效 明神 就是明心安神 石仓谱又是一个安神要 他可以用于心神不安 尤其是心神不安 出现了建王 我们昨天讲远智的时候 远智常常和石仓谱 一起认为能够交通兴盛 所以成为了一个治疗建王证的 一个固定的一个组合 在很多治疗这方面的方 昨天举了什么孔圣诊东丹 读书丸 读王闪等等 都有这样的组合 他又是一个安神的药 另外化石和味或者化石和中 又是一个防香化石的药 用于治疗始祖宗教 这个类似于前面的那个藏主 杂仁啊火箱这一类药 一样的可以使用 尤其是夏天 石错宗主的时候 那么我们今后学房剂有一个进口 进口散 治疗进口力 这里面这个慈藏谱也是用来化锁的 方向化石的 那么化石开胃 化石开胃 所以这个慈藏谱就这三方面的功效 慈藏谱虽然没有明确说不能做汤剂 但是在汤剂当中效果不好 它很多方向性的成分 在汤剂当中不溶解 有的要破坏 所以它比较好的也是作为完散剂 作为完散剂 它不是绝对不能作为汤剂 因为它可以用大量 因为这个药材非常丰富 加大剂量 那它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最佳的剂性不是汤剂 这是关于这个石仓谱 另外补充说明两点呢 就是我们同学们 这个端午节 很多这个家里面门上都要挂 那种也是一种仓谱 但不是石仓谱 那个仓谱的叶很长 这个石仓谱一般这个叶 就那么二三十公分 比较矮小 那挂在门上的仓谱 有的一公尺多 那个叶 那个是水仓谱 又叫百仓谱 那水仓谱 百仓谱的功效应用呢 和石仓谱大同小异 一般认为石仓谱要好一些 所以这个水仓谱呢 用的比较少 另外 古人认为这个石仓谱呢 长得这个水溪边 那种石头上 长得很慢 那个节很迷的 就是称为九节仓谱 就是桃鸿锦说的 一寸九节质粮 还讲短短的 一寸长的石仓谱 有九节 就它长了九年 每一年一个节节片 留下来的一个斑痕 那么一圈 那么一个痕迹 认为这种石仓谱最好 所以把它叫做九节仓谱 那也是在近半个世纪来 就是四五十年代 有的这个药材 经销商 把一种这个 另外的一种草本植物 毛梗阔的 阿尔台银莲花 很细很小 就是一公分多长 直径只有一两个毫米 把它叫做九节仓谱 后来慢慢的一甲乱针 那么很多这个药材公司 都把它叫做九节仓谱 药点上曾经一度的 也以九节仓谱 来命名这个阿尔台银莲花 其实它没有任何方向器 和这个石仓谱 没有任何关系 它不能作为石仓谱用 所以我们今后开处方的时候 就不要再开九节仓谱 开九节仓谱 得到的就是一个卫品 所以这个石仓谱 做这样一个了解 下面一个闪书 再说几句话 闪书呢是个动物药 就是那个闪除 就是一般说癞哈末 身上分泌出来的一种液体 把它收集起来 干燥了以后 那么中药呢 就作为一个 作为闪书使用 这个闪书作为一个开窍药呢 也有一定的开窍形成作用 但习惯上呢 它主要是用于那种土屑 或者食物中毒 而引起了一个窍壁神荤 比如说有的书上说 它治疗沙症 这个沙呢 比如说中暑 夏天 急性未尝烟 严重的土屑 泡出了昏厥 那么什么原因 现在可能还有进一步的研究 其他的这个 避震神荤 很少使用 有的认为呢 可能它 主要不在 兴奋中枢 主要在于强心 这是目前的一种 这个解惑 我现在研究的一种说法 大家 指导有这样子 一个观点 另外呢 这个闪书有很强的解读作用 那么对床庸肿痛 能够收到明显的小肿止痛的效果 那六神丸 治疗咽喉肿痛 古方 很多治疗 床庸的 那么都有这个 闪书丸 闪书散 闪书病 这一类的 现在也是用来治疗 肿瘤 尤其是很多癌症 那么也是用它来解读 小肿止痛 那么这个药止痛 不但是这个 内斧 主要是外用 外用的时候 还麻醉止痛 这个药如果是 和这个舌头接住了 那个 舌头麻木 很难受 很难受 所以 这个药 不要求 但是知道这三方面的功效 这个药也是不能做汤剂的 做汤剂 有效成分全破坏了 就没有任何作用 那么这个药呢 对这个局部有刺激 所以不能做眼药 那么如果到了眼里面呢 那很难受 所以马上要采取这个措施 把它冲洗干净 所以我们这个使用注意当中呢 有这个不口如目 那么用量不能大 用量大 它产生心脏的移植 它类似于强心带的那种作用 那是心脏停止跳动 这个 山苏 就这么简单的了解 你不要求 下面一个脏脑 现在呢 是作为治疗冰片的一个原料 那么这个脏脑呢 它也能这个回书 现在人一般因为它读复性比较明显 不使用 一般外用 它有一定的止痛的效果 关于这个开窍药呢 就介绍这样一些内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